我個人大概是三年多前來到仙台做一個交換女學生 那進公司大概是一年多前吧 那當初是想找公司的時候 是想找一個在台灣公司 然後他跟日本有關聯 或者是一個日本公司 然後他跟台灣有關聯 那現在的脫售庫子 他剛好在台南有一個工廠 那台南又剛好是我家鄉 所以對我來個人的選擇來說 我覺得脫售庫子沒有比脫售庫子更好的選擇 我個人當初在台灣的大學時候 主修是熱力學還有像是流涕力學 那在仙台當交換學生的時候 讀的是跟有關機器人相關的 像是城市編寫之類的 那在公司的部分 我的部門是屬於生產技術部門 那他負責的內容像是機器人 那或者像是一些自動化的製程 那我個人是 部分是屬於雷射加工 那雷射加工 它其實也算是一種熱的加工 那熱的加工就是有使用到熱力學 那這跟我當初在學校學的熱力學 是有相關的 所以我當初在學校學的東西 對我來說我覺得算是幫助蠻大的 就是從去年八月開始 然後來到日本進行一年的技術的研修 然後希望能夠在日本這邊 能夠學習到在台灣沒有的知識跟技術 然後並帶回台灣活用 在這邊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術 然後把技術帶回到台灣 讓台灣的技術也可以提升 這樣子 經過這半年的研修的感覺的話 就覺得說自己在技術上面 有逐漸的提升 然後自己也深深的能夠體會到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自己覺得能夠 這次能夠來到日本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來日本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術 因為台灣的產品有些雖然跟日本一樣 可是製作方式會不同 如果來這裡可以把日本的技術帶不帶台灣 讓台灣的技術跟日本同步 然後因為在日本有一年的時間 希望可以到處去看看 體驗一下日本當地的生活 和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我假日的時候是蠻喜歡做料理的 那當然包含台灣料理 或者是日式料理都有在做 那甚至我個人也是蠻喜歡做西漢料理的 那像是我們公司的上級主管 幫我自己的指數上 是他們都有過派出台灣的經驗 那所以他們對於台灣來說是非常熟悉的 那對我一個台灣人來說 我感覺到是非常親切的 那同時除此之外 公司對於你在法律方面 或者是稅金方面有不懂的話 公司都會給你很大的幫助 就是覺得說有什麼困擾 或是說有什麼事情的話 公司有一個很好的資源的體制 那以我個人的期望來說 希望可以在這邊可以學到的東西 甚至一些技術啊 概念啊 到時候可以帶回去台灣 我們要聽到的一句話 但是還有一些技術啊 今天是真的有一個很好的 我們來教室 是從那頂來教室 我們來教室 我們去教室 我們都能來教室 感谢观看